歡迎收看美國政策製作的美國專訊 我是任敬陽 30年前醫學專家發現愛滋病 不過目前愛滋病已經不再是不治之症 下面就是我們的記者生蝦 帶大家去回顧愛滋病的歷史 海西本奈特已經感染了愛滋病毒21年 他人生當中最暗淡的時光就發生在1990年 當時他首次被確認感染了愛滋病 並且接受藥物的治療 他是醫生被他用藥的時候發現 該藥對他的身體產生的副作用太大 於是讓他回家並且停止藥物的治療 但之後他開始接受一種新型的藥物治療 本奈特的生活就改變了 現在他過得很好 而且成為愛滋病人的顧問 雖然有這種抗疫轉綠病毒藥物的存在 在2009年還是有260萬人新感染了愛滋病毒 並且有180萬的死亡病例 但是在30年前這個界還被悲觀龍咒 醫生安東尼福西博士 嘗試用這種新型藥物治療病人 他現在是國際傳染病研究所的所長 我們沒想到這個病毒的病毒 然後在很快的進步 很多人開始感到疾病 而死亡 所以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暗的時間 你甚至不知道這個原因 隨著醫療專家接觸更多這種病例 免疫系統減藥是發病的根本原因 這個事實變得逐漸清晰 另外性接觸也是另一個原因 羅伯特高諾是愛滋病毒的發現者之一 但令到專家悲觀的是 仍然沒有藥物或疫苗可以防止這種病毒 1987年第一種改進的藥物成為巨大的突破 後來當愛滋病毒對這種藥物產生了抗藥性 希望變得渺茫起來 但到了90年代 一些有效的組合藥物被發明 並且成為對抗愛滋病毒的最強而有力的武器 但愛滋病人說他們仍然在繼續 跟愛滋病所帶來的社會歧視抗爭 除了藥物 另外一個主要挑戰是檢查愛滋病毒的擴散 30歲以下人群的傳播率仍然很高 在伊麗莎白格拉澤兒童愛滋病基金會 最焦點是保護嬰兒和兒童避免愛滋病感染 基金會的副主席西蒙之博士說 已經取得了進展 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 但聯合國健康報告說 對抗愛滋病的戰爭還遠遠未有勝利 花費也是不可預計 記者辛克的報導 隨著中國和印度對糧食的需求不斷增加 俄羅斯有望成為世界糧食的生產大國 下面是我們記者博客的報導 俄羅斯擁有全世界一成的水域和耕地 但人口只是佔全球的2% 不過自從蘇聯瓦解後20年來 俄羅斯的農田減少了1.3 今日俄羅斯的小麥產量 有如美國1930年代的水平 不過俄羅斯的農夫正是逐漸使用較好的種子 更好的肥料和更加有效率的機器 隨著印度和中國對糧食需求增加 俄羅斯再一次有機會成為世界糧食大國 在去年由於乾旱促使俄羅斯停止穀物出口 世界糧食價格升至創紀錄水平 導致一些窮國爆發騷亂 有人指阿拉伯之春街頭抗疫亦如此有關 在蘇聯時代俄羅斯要進口小麥 但在本年俄羅斯的目標是繼加拿大和美國之後 成為全世界第三大小麥的出口國 在未來成為世界糧食供應大國的道路上 俄羅斯正在找步前進 記者薄黑的報導 今日的節目時間要交 多謝各位收看美國資金製作的美國專訊 我是吳敬揚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請客資金製作的美國資金製作期封